这个尚细蕊 请了半天人都不到 在座的大多数都是他的同行前辈 可只是个不懂礼数的人 水哥 我说纽爷 这江老头 吃拧了不消化是不是 隔了半个城 把人叫来解闷子 七少爷 怎么把您给惊动了呀 我能不来吗 江荣寿安着吃人的心 不来不成啊 不会 众目睽睽之下 这江老爷子再跋扈 那他也不会太过分吧 那可不一定 纽爷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奖不当奖 您说 咱们这行的人吧 单个看 都淋漓可爱 咱们聚在一起老勾心斗角 泛红眼病呢 那暗地里小动作小成算 没完没了 推不上台面了吧 得 您这是连我呀 也一起骂进去了 不过 您这话说得倒也没错 咱们行里这事啊 外人看不见 有时候啊 我看着都嫌牙尘 这江老头不就见不得人比他红祸吗 想杀杀蕊哥的威风 我还告诉你 水云楼的新本子那都是我写的 里面有我一份 我替蕊哥理论去 不不不 齐少爷 这里头可是龙潭虎穴 七爷还怕这个 齐少爷 今儿个呀 得张北斗的传人才能进去 必须得是传人啊 对呀 没得商量 好办 师父在上 受徒儿一拜 齐少爷 你是杜汉林的公子 这可谁呀 起来 是 各位 今日我杜洛城 拜水云楼商戏蕊为师 过路的君子皆是见证 你看你看当街行到哪里 真是真习惯 是 他这是拜商老板的办法 门归以后再说 先随为师去祭拜张师祖 是的 师父 张北斗 第五代弟子 商戏蕊 第六代弟子 杜洛城 前来祭拜师祖 一曲拜祖师 你真是个齐少爷 您这时候来添什么乱呀你 灭族了 你给我说说这是什么 瞧瞧 各位老板都瞧瞧 见过没有 这也不像什么东西 都见过没有 拍着脑门子也想不出这么劲儿衣裳来的 西击果怪不成提讨 我就想问问商戏蕊 你怎么这么像啊 这是祖师爷的教训 还是你商家的家传呢 照我的眼光来说 商老板的戏 真就不为过 咱没见现在的文明戏和电影吗 那亲嘴搂腰 坦胸脯 啥没有啊 咱京戏 在服装 内容上 往前走一步 也算是跟上时代了 你别跟我吵什么电影文明戏 那洋鬼子的红毛都没剃干净呢 和我们京剧 能一样意思吗 轻衣不叫轻衣了 花旦也不叫花旦了 天天整的这些个什么外僵派 老祖宗留下的这么些个好玩意儿 都让他给揍的了 商老板的赵飞燕 是跟我打的擂台 这衣服合不合规纸 还得我来看吧 对对对对 陈老板最应该说话 你看看他用的什么 不入流的手段 他赢得你 骑饼老太爷 这件衣裳 好生的骨盖 成又不似长 短又不似短 上窄而下宽 是下宽而上窄 要说他不合规纸 倒也使得 可要说他推陈出新 这也真真的是呀 你说了什么话呀 到底怎么样 他 你说你公道 他说他公道 到底谁公道 自有天之道 不闹 滚出去 得力 不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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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行吧 商细蕊 你自己解释解释 这什么个意思这是 能请您先把这衣服 叠好了放回箱子里吗 心疼 先不说这后台的戏服 是怎么到您老爷子手里了 就说这戏服啊 我是照着佛经上的画做的 经书 比经戏都老 古代的人就这样穿 我唱的赵飞燕 是汉朝的妃子 怎么就不能穿 哪儿来得篡改 您要是不相信 派人到水云罗把画拿过来 您一看就明白了 是 没诗人们 没有王法的小畜生 一定活着还得叫我一声大师兄 我能不过一张老脸 还冤错了你 我今天要是灭不了 你这股子妖风 服不了黎元航的正气 我死了都没法去见祖师爷